今天是很平靜的在討論說 有關大學裡面的這些學法 那這個背後到底是誰 我認為啦 就學法整個學術體系來講 當然是劉兆賢 那背後當然是馬總統 那馬總統的無能 這個也是甚至國際認證 為什麼這個對劉兆賢言聽計從 為什麼 那因為像類似是太陽花學院 這種事情出來的時候 這種大學的象徵就用得到了嘛 不是嗎 來 國政大長 如果這個黑暗面是個事實 怎麼看 我想我們來檢討學法或是學霸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但是不要用政治的角度 去給它論述 尤其對這些大學 曾經當過校長人 做過人格上的抹殺 我倒不太能夠接受了 剛剛齊邁兄講到說 這些大學校長輪為執政者的統治工具 這些校長其實不管是徐老師 廖拉齊老師 他們都是經過系主任當過院長 經過一個什麼研發長 學務部長 教育部長 經過一個很嚴格的一個大學 透過教授 學生共同領選出來的 基本上我們要尊重他們 在沒有任何證據之前 不應該扣上一個所謂的 統治者的一個所謂的御用的工具 我想這個東西 剛剛廖拉老師講的 是我很同意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曾經在大學 經過看到這些很可憐的現象 就跟永明兄剛剛提到的 我都認同 但是這有台灣嗎 我曾經今天裡面很多人在 今天聯合報的聲明 就點到一個重點 到底蔣瑋寧這些問題是個人的道德問題 還是所謂的結構的共犯 剛剛從徐老師跟廖老師所講的 這個是結構性的問題 尤其廖老師講到 不管是誰執政都可能 面臨造上的問題 但是怎麼去破解他 重要是說到底學術界這個象牙塔裡面 還有多少的黑暗面 是由這些學法學霸來控制 那自己剛剛點名 不管是曾智朗 劉兆漢 劉兆學 這些人都有的 還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他本身的學術的功力 在整個院士裡面是受到肯定的 我認為說我們還是要有一定的 基本上的尊重 我要提一個東西 曉君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名叫黃雨昕 不曉得大家對那有什麼概念 韓國的 韓國的 韓國被當成是研究幹細胞的 結果學人講 是研究被認為是韓國在學術界最有名 有可能韓國第一個拿諾貝爾獎的 而且是什麼 是被韓國人當成民主領袖 後來發現他做什麼東西 作假 而且羅佑政府給他的補助公款 到最後被判判什麼 18個月 還被判刑 所以蔣偉寧這個事件裡面來講的話 不是涉及到論文的撰寫的造假問題 它是一個審查的問題 這個問題裡面就是剛剛徐老師 跟廖老師講到這個東西裡面 現在屏東地檢署已經不排除了 小君剛剛講到這個 這個行政調查跟司法調查 其實都同時啟動了 因為這裡面整個城鎮遠的弟弟 陳正如他是有向國科會申請將近五六百萬的補助金會 如果是在整個論文審查是有作假 向整個我們政府機關申請金會的話就有炸糧的問題 但是除了司法的調查以外 我認為說蔣部長做了很不對的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裡面我自己去把它做一個整理 這個事件在去年五月 在去年五月就被人叫SAGE這個旗艦裡面 發現到說用了130個人頭帳戶做同在審查 結果他們已經查14個月了 沒有 14個 到去年的9月 去年9月屏東教育大學 自己就自己成立一個審查做作業 但是竟然沒有結果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要出來了 為什麼屏東教育大學 真的人家提出了這個重要期間 認為說你做審查是偽造的 你屏東教育大學組了一個專案調查小組裡面 查不出結果 有沒有人為的介入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東西 去年11月 這個陳正元教授提出辭辰 會一個好好的一個教職 公立大學的教職 他願意提出辭辰 一定是知道說事情短 是 事情短了 那他的弟弟陳正文知不知道 應該也知道 還有陳正文的指導教授說 陳正文難道沒有跟蔣偉林講嗎 為什麼一直等到人家剛剛有名講的 7月8號調查14個月 才把六四篇論文把它抓下來 這些過程裡面如果蔣偉林在這個過程裡面知道說有這個重要期刊 發生這麼大事件 屏東教育大學組也在調查 你沒有跟蔣偉林講報告 造成整個我們台灣的學術家在國際猛羞 我個人感覺你的辭職是不夠的 你必須受到嚴重的譴責 所以今天不管藍綠的立委 都認為說都應該除了司法的調查以外 中央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把這個過程裡面還原 但是我要來談 台灣到底這些學術界的黑暗面 象牙塔裡面 你應不應該把它開啟 要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這一兩年國科會 這裡有我們教授在這邊 研究會的炸禮 這些有校長 有教授 有助理教授 都認為那是歷史的工業 拿親人的人頭 去充當助理會 這叫歷史的工業 很多的名義代表 拿別人的人頭去當助理會 我跟陳其邁都知道 就被起訴 結果學者裡面 這叫歷史的工業 這個應不應該先聽出來 聽說有500個老師 有500個老師 檢調單位有500個老師 再來 前段時間最哄的 你看蔡仁慧 這個人是 重量級的建築學界的態度 這個是建築學界的態度 他竟然可以拿著 鼓鼓的一個 鼓鼓的一個 皮箱出來 有1000多萬裡面 去幫人家洗音會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甚至連這個所謂的評審委員 這些學者有沒有涉及到 說30萬50萬 都可能有 聽說都已經掌握到基本的證據 所以台灣的學術界 這些很重要的黑幕 我覺得都應該把它怎麼樣 徹底的查辦 尤其科技部跟教育部 還有必須藉由司法檢調力量裡面 要讓這些全部攤在陽光裡面 接受到大家的進行 教育 請我補充一下 其實我跟國政有很大不同的一個意見 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評價一個大學校長 就一定要把他放在大學校上 哪一個天秤這樣來看 對不對 我坦白講 包括吳彥華校長 或者是清大的校長 都不會增加我對他們 一絲任何一種尊重 那為什麼 因為他跟台大 過去的富士年校長不同 所以這個天秤應該是做一個評價 是這個校長 有沒有捍衛學術自由 像蔣偉林部長 所做過的這些事情 或者說吳彥華 當時說講那些 什麼學生沒教好 或者清大校長 去跟蔣偉林部長 道歉的這種話 這個在大學校 我認為這個是嚴重師格 所以我就 他的一個客觀性 我做一個評價 我不會認為說他是一個 大學校長 然後我就對他說 我對他 就是這個大學校 我要尊重 誰說大學校 我們就一定要尊重 你要看他客觀的一個行為 是不是讓大家尊敬 我覺得就包括吳彥華校長 或者是說清大校長 這些在掌握過那麼多國家的一個資源 你應該 作為一個學生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一個表率 你不應該說碰到你統治者 您可以看到這是今天的封傳媒 蔣偉林安排 劉兆尋尋兄弟 擔任百萬 講座教授 那我 我會覺得說 這個政府到底怎麼了 自由時報今天把這些 所謂的隔園 射灘 醜聞 馬完全不負責 把他列表 楊念祖 胡佑偉 朱雲鵬 陳熙順 好 這是剛剛下台的 蔣偉林 今天的辣辣蘋果 叫做馬政府 血流不止 好 馬政府血流不止 這是今天的蘋果日報 而今天的社論裡頭說 醜聞纏身的政府 他說馬政府跟國民黨怎麼了 最簡單的推理跟常識 都是修斗 他認為最簡單的推理跟常識 都修斗 整個政府處於失能 失智的狀態 令人憂心 那我就讓你聽聽看看 像網友把它奉為先知 我們如果再聽聽看 我們看當時的身為 陳偉林那時候應該還是 清大的學生 清大的學生 都還是清大的學生 都還是在舊學 研究生 我們看當時在立法院 其實他為了學費的問題 有關這個媒體壟斷的問題 他當時面對的教育部長 蔣偉林 那他當時說的什麼 叫網友把他放為 所謂的先知 因為他當時面對的蔣部長 說您是一個偽善的部長 一起來聽聽看 我認為你是一個滿口無謊言的部長 我認為你是一個未善的部長 我認為你是一個不知悔改的部長 我認為你沒有資格做我們部長 請你向我們道歉 部長請你向我們道歉 部長請你向我們道歉 為什麼我說部長 是一個說謊的部長 剛剛部長跟我們講說 他如果是一個跟教育相關的運動 他就要第一現場去關心 但事實上這根本就是一個謊言 我們這個聯盟很多的學生 我們參與各式各樣的生活運動 我們也關心這個教育商品化的問題 我們移在教育部前面去抗議了好多次 每一次去 我們都希望部長能夠跟我們出來 當面跟我們談話 我們每一次去都說 部長出來 部長出來 我們通過警察 警察一直進去教育部裡面 教育部長他進去之後呢 他們說教育部長 他們沒有要出來 他們沒有要出來鑑定 我們每一次去 每一次都得到這樣的回應 如果搭配剛剛來賓所做的分析 尤其徐老師說 這個存在學術界的實務鏈 在聽聽網友奉為先知的 陳文婷這番話 來 您感想 我剛才徐宥明老師跟廖院長所談過太偉關子 想到我們教育是這麼樣的令人 你這個 你打了那麼久 你還知道要教育是這一塊 我說起來 你知道我有拍戲 你知道要靠關係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所謂的兄弟 或者說一個關係可以控制那麼久 就像過去中山大學是李煥先生的 時代創立的學校 可是也沒有說影響力到這種程度吧 是不是 大家可能那個時候是因為有很多 很多關係到中山大學 但是他不可能說 我已經不當部長了 我已經不當院長了 我還能管這個事情 各位只記得劉少全是教育邦 現在叫教育邦 可是不要忘了他當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院長 他當過副院長 是是 所以你看那個時間序來看的話 在民進黨時代他是消聲匿跡的 副院長 在民進黨時代他是消聲匿跡的 可是等到2019年開始 哇 所有事情都出來了 我舉幾個小小例子 亞太電信 當然現在過台民進去了 你知道亞太電信的邱董事長 是東元電機的這個代表人 法人代表 他總共在亞太電信裡面 佔的股份是0.3% 你認為 百分之0.3%的人 是應該當董事長嗎 不會吧 東元電機是誰的 劉兆翰的 劉兆凱 劉兆凱 是他的 是劉兆學員的弟弟 民進黨時代好歹 就叫自己人當董事長 不管是不是想要上到其手 不管 但是你怎麼亞太電信 因為我才能當董事長 我一看 不得了 要換場地 換到哪裡 換到東元的 自己的財產 底下去當總部 買系統 東元決定就算數 這個如果沒有當時的 上面撐腰的話 怎麼做得出來 現在 你看看那個毛治國 在交通部的時候 犯了多少錯誤 一路不升官 現在的交通部部長 當然也是他們系統出來的 好 也好像是 廖院長的同事 廖達齊 現在的那個部長 葉黃錡是 學院大學的老朋友 他們也在犯錯 連桃園機場都沒搞好的人 他們不斷升官了 鐵路局的兩位副局長 逼案 逼案被起訴 結果 他們的局長 身為政務次長 看官 這個沒有一個所謂的派系的話 就幫派了 怎麼有可能成這樣子 國會主張 建立家庭保姆社會 另外台北市政府會鼓勵 育嬰家的母親 接受訓練 加入家庭保姆的行為 投入社區 家庭保姆策略 無黨籍 台北市長參選人 柯文哲 新進入選廣告 猛打新托育政策 看在聯盛文言裡 淪為口號 這是一個通盤的全面的計劃 而不是單一 喊一個數字出來就解決 小朋友連動家長選票 該往馬托域成了市長參選人 戰略交點 現階階段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 規劃一區有一所托嬰中心 地點都選在中小學裡頭 以交通便利大場地為主要考量 托域費用每個月一萬元 扣掉補助金今天後 一個家庭要付4500到5000元 平均每天托嬰中心有40個小朋友 8位照顧人員 一個人能照顧5個小朋友 但柯文哲偏偏認為 緩繁不積極力推社區保護 第一個時間要很長 第二個要花很多錢 那第三點就是說 也與民爭議 所以我是比較主張 家庭保護社區保護的制度 遭遇了我們這些人員的訓練 幼教人員的訓練 偷嬰人員的訓練 因為事實上這方面人才是很缺 我想我們要偷嬰 也不能隨便找一個地方偷嬰 隨便找一個人家裡面偷嬰 你必須要符合這種 有特殊的需求的這種設備 這種場合才有辦法做 要不然你也會放心 把小孩把要保護你家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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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